今天我就安排了一天的時間 在亡靈節 好期待啊 真的想快點去啊 正在去靈界的感覺 亡靈節這個節日 對於墨西哥來說是很重要的 我終於吃到這個combo 感覺到個人很平衡 很傳統 可以代表亡靈節的一個地方 早上是這麼多位 我現在就已經到了 Morena 拜拜 這個位置真的比我想像中 城市快 你看到喔 好美啊 我現在來了墨西哥 最主要是因為想看亡靈節 前幾天呢 就已經在Guanajuato 找了我的朋友 然後呢 又去了Samego de Allende 找了Mori 今天呢 我就安排了一天的時間 去Busquedo 裝一個night tour 那邊呢 就是比較多圓著民居住 可以看到一個最傳統的 去慶祝亡靈節的方法 來我們的亡靈節呢 很多時候大家都會想到 很滑了臉 然後是很派對 但是呢 我也很想看看 墨西哥人傳統是如何去慶祝亡靈節的呢 他們是不是真的死亡 看來得那麼豁達 真的好像一個派對 就是我這個旅程很想知道的東西 出發啦 前往離開 讓我介紹自己 我的名字是Carlos 我會介紹你 一個最重要的傳統 這個國家 搭了兩個小時 車到我們住這裡 謝謝 那我們現在就會去搭船 在一個島 叫做Hamitsio 這裡呢 真的有很多旅遊巴 因為有很多遊客 都會在這個時候 特意過來這個地方 去看亡靈節 這個呢 就是一個墨西哥種 就是一種粟米做的食物 因為亡靈節的這一天 剛巧都是粟米收成的時候 所以墨西哥種 就變成他們的傳統食物了 因為全部都是拆在裡面 剛剛在遠處 其實已經看到那個島 好期待啊 真的想快點去啊 其實剛才搭船的感覺是很特別的 就是去到靈界的感覺 亡靈節這個節日 對於墨西哥來說 是很重要的 可以體現到 西班牙天主教的文化 以及原住民的文化 覺得死亡是生命循環的其中一站 是生命循環的其中一站 而墨西哥原住民覺得死亡是生命循環的其中一站 很悲傷地去念 是對先人的不敬 對比起我們華人 覺得死亡很恐怖 他們反而會覺得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 後來墨西哥被西班牙殖民 天主教的文化 與本土的傳統習俗融合 慢慢就演變成這個 這麼有代表性的亡靈節 這個這麼特別的節日 亦都在2008年 被UNESCO列為其中一個非物質文化為產 遇到的是 我有想過 聯入了別人的墨地 會不會影響這裏的家庭 例如有很多相機受的家庭 其實他們也很歡迎 可能我們真的打擾到他們 但是家庭也很願意 跟遊客聊天 他們也會想把他們這個那麼特別的文化 告訴其他人 我覺得當然 大家來到這個墨地的時候 然後就盡量安靜點 就是不要打擾到人 喂 最主要的原則 那我們現在就離開這個墓地 因為這個墓地實在太多人了 我們沿途其實都會看到這裡的人 在準備一個祭壇 真的有些居民在這裡住 你們在做照片嗎? 對 跟你們 難得來看西哥是不是? 你是Vlogger 對 我做影片在YouTube YouTube? 你從哪裡? I'm from Hong Kong but I'm now studying in Canada OK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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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a good tequila Thank you for the shot 現在的時間是11點46分 我們終於來到第二個地方 Argutin 我們一天會去墓地 今次就是會少人很多 這裡是有點特別的 因為這裡的人真的會在墓地搜東西 萬壽谷其實是這個時間成橙的花 橙色其實都是代表著太陽的光線 引導他們的先人回到自己的家 就是這個意思 可以去墓地搜封 讓父母 看來欣賞 create 我 MING PAO CANADA.COM MING PAO CANADA.COM MING PAO CANADA.COM 它就是朱古力奶和蕾蕾 朱古力的味道其實不太重 真的像杏仁湖 好 我們就已經參觀完第二個帽子了 對比起第一個小鎮D 沒那麼多遊客 剛才也看到很多兵器 很多人拿著腳架 拿著燈 真的有電視台訪問 所以這裡應該是一個很傳統 可以代表到亡靈節的一個地方 現在來到最後一個鎮 它的特別之處是 很多人都會在家裡佈置 我終於吃到這個混合了 這個死人麵包 下面就是朱古力 死人麵包有些的心形 因為以前的原住民做制製奉獻的時候 會用少女血淋淋的心臟去煮湯 西班牙人覺得這個習俗太邪惡 所以就逼他們用天主教的Bread of Soul去代替 而朱古力就是源於古代的能量飲品 這個組合就成為其中一個最適合的影子食物 如果你不是參加這個旅程 你是看不完整個墨西哥的亡靈節的意義 3點11分我們吃晚餐 都是一些很傳統的亡靈節的食物 就是這樣 唉 好啦 那我們吃完東西出來 今天的行程已經結束了 3個地方看的東西我覺得都不一樣 我自己最喜歡的就真的有2個 真的可以走進去拍照之餘 有那種很平靈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感受一下亡靈節的話 我會很建議你去2個地方 你們如果人是想計劃去亡靈節的話 那也可以參考一下 現在我們就回程回到摩德里亞 YE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